所以我学了这么多年 有一点体会 应该是 我们往生极乐世界 进入阿弥陀佛的讲堂 听佛讲经说法 极乐世界没有年月日 极乐世界没有时辰 我们进去听经 听余满了 成佛了 就会离开讲堂 所以进入讲堂 我们是凡夫 离开讲堂就成佛了 没有成佛 不会离开讲堂 离开讲堂就毕业了 佛受法不中断 每个听经的人 精神饱满也不会中断 同时很妙来 我们这个自己身体 在阿弥陀佛讲堂 同时能分身 能变化 比如神通 能分身 分 无量 无边身 不是分几个来 干什么 到无量 无边 诸佛插土 去拜佛去 供佛 供佛是修佛啊 听经是修会啊 同时可以听 设法一切祝福 讲经说法 一个都不漏 极乐世界的人 有这么好的缘分啊 有这样大的通力了 我们想不想要 想要 这一生就可以得到 真正发愿 往生极乐世界 我这全都得到了 他真的 究竟圆满菩提 不费力了 极乐世界是保证 成佛的学校 没有一个不成佛的 这个世界是发信徒 是发信神 没有见信的人 见不到 你也找不到 明信 见信 你才会看到 你才会找到他 实际上跟你说呢 他的像 是发信 发信的像分 换一句话说 我们今天所谓的 三种现象 他全没有 科学告诉我们的 三种现象 物质现象 他没有 精神现象 就是念头 思维 他也没有 自然现象 他也没有 发信里头 没有这三种现象 这三种现象 是阿赖耶里头有的 阿赖耶里面的 自然现象 是夜象 精神现象 是转向 物质现象 物质现象 是境界象 这是阿赖耶的 三系象 转阿赖耶成 四智菩提 这三种 这三种现象 都没有了 所以 极乐世界 跟自性 是一样大 跟你是真的 无处不在 无实不在 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 在哪里 就在这里 一点没错 我们看不见 放下 其心动念 分别指责 你就见到了 它真有 它不是假的 我们现在 这是假 不是真的 我们把假的 当作真的 真的是 业无所知 真的被假的 障碍了 假的 舍掉 真的 现象 这是我们 不能不知道的 你要真 搞清楚 搞明白了 你才想得 这一次到人间来 真没有白来 深深实实 我们都没搞清楚 机会都错过了 这也是 总算搞清楚 搞明白了 机会抓住 再也不会失掉了 一定要知道 这个事情 财色 明是谁 假的 七情无欲 全是假的 绝点 不能留恋 留恋 就继续 搞轮回 不留恋 放下了 你就得生 极乐世界 到极乐世界 那阿弥陀佛 是老师 今天你看到的 观音师之 文殊普贤 弥勒菩萨 都是同学 我们 升格了 他们都是 阿弥陀佛的学生 我们也是 地位平等 地位平等 我们也认识 我们下期见